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静下来 能够看到自己败坏的本相 而且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要求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助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被罪下职 我们脱离的罪都捆绑 那谈到这里 我们就要谈到圣诞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神局限和道征他自己 我们知道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欢庆的这样一个时刻 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圣诞的装饰 可能我们会有在商场里面 有很多大型的活动 当我们在教堂的时候 我们会分享福音 最重要的好消息 就是道长若生住在我们中间 但是这样的福音和好消息 不单单是包括了圣诺马迪亚 抱着婴儿这样一个画面 它也包含了上帝 他对自身的这个舍弃 他对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降悲 因为他没有神的形象 但他却为我们的缘故 到我们中间取了弩虎的这样一个形象 他完全的降悲 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 卢家福音和马太福音 记载耶稣的降生 他到我们中间来 首先是逃在马草里 就是一个未生活的这样一个器具 成为耶稣躺落的地方 想象一下可能旁边就是稻草 可能是一些动物 那位神 那位创造者 他局限自己 以人的形象 以一个软弱的 或者是无助的 需要人照顾的婴儿的形象 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 来到我们这个普通人生活的世界 不是豪华的酒店 不是一个王公 他是以一种 我们能理解和经历的方式 来认同我们 他不要求